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小孩的房间本身空间就比较小 为了考虑到小孩读书 然后衣服的摆放 会设计到一种书柜和衣柜在上面 给大家来画个图 这个是床 但是床头上面会做一个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柜子 这人在这个上面睡觉 其实这种风水是非常的不好 首先就是说你上下床的时候 这个人很容易磕碰到自己 其次他就是上房就相当于一根横梁 它跟横梁的一个性质是一样的 横梁压床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但是比横梁压床我们说还要更严重 因为它离我们的距离也很近 伤害是更大的 然后对你的心理会带来一种压迫感 而且这个柜子 这个面 更像是一把刀 然后切住我们人 躺在上面人的一个身体 风水上有说 有形呢 有其气 它就一定会对你造成一个气的一个影响 那么它到底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会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不利的 就是也是说我们的健康嘛 不利 如果是你的头部或者说胸部 刚好被这个柜子压在下方 你就容易产生了这个头晕 胸闷的一种状况 同时也会让运势不好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比较狭义 因为你是躺在这个狭义的空间里面 会造成的运势受阻 出现事业不顺利 破财的迹象 如果是小孩 刚刚说了 小孩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特别多 因为小孩房的空间是有限的 然后可能他会在上面 那么就会对他的学业非常的不利 特别是爱童房间 因为这个柜子当中 你可能会放很多的书本 我们说了书柜 然后这个孩子白天就读书 本身的压力非常的大 晚上睡觉 还要被这些柜子里面的书 一直压着 学习的压力 会让这个孩子承受不住 反感读书 更加的厌恶学习 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 是已经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化解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拆除 拆除掉它就没有这个形 没有这个形 它就不会产生 就这个人体的一种伤害 那种气场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如果不方便拆掉 我们可以在柜子的两边 放上一个打像 或者 也可以在柜子的两边 这些位置挂一串 这个销 当然这个销你可以用 玉字的也可以 或者逐字的也可以 这个是个人的喜好 好 今天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